I Am I'm serious Hi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的少年 我是阿仔獅 很多人在前幾集 就是有討論到關於戴手套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決定 在這一集就好好的拍一集 手套特級 像我就是一個很喜歡戴套的人 很多人對於手套 他有一個非常大的迷思 我們就先從法規上來看 到底要不要戴套呢 按照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有8條跟手套是有相關的 第56條 雇主對於磚孔機 踩腳機等 旋轉任聚作業 勞工手指有觸及之律者 因明確造之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 不能戴哦 第214條 雇主對於使用以缺容貼裝置 氣體結合融結 從事技術融結者 因相當確定從事作業的人 要佩戴手套跟眼鏡 要戴哦 按照214條 217條 218條 關於從事融結的 然後都要戴手套 274條呢 如果使用電器作業者 應該佩戴橡皮手套 要戴橡皮手套 傷害皮膚感染 或者是你會產生中毒啊 或者是你會有滲透性 導致你皮膚吸收的可能性的時候 必須要戴手套 來 褲子跟內褲脫到膝蓋以下哦 要幹嘛 好 那到底在用砂輪機的時候 要不要戴手套呢 其實在以前勾炸的時候 所有的塞服 他們都會很喜歡戴這種棉紗的手套 為什麼在使用旋轉物體的物體 不管你是在鑽床 還是你在使用砂輪機 或者是你在用電鑽的時候 為什麼不要戴這種呢 因為大家仔細看 棉紗的手套上面 它其實有非常細的纖維 那這麼細的纖維 當它在勾到你在旋轉物體的時候 它會導致讓你的手整個一起捲進去 它會造成工業上的危險 跟你真的受傷的時候 醫療上面的困難 我個人也非常不建議戴棉紗手套 操作旋轉的機具 假設今天呢 真正砂輪機你在切割物體的時候 拿著你的弓箭 用砂輪機這樣子切的時候 它有沒有安全疑慮 有安全疑慮嗎 因為它會旋轉 它旋轉就會勾到你的手套 But 如果今天你戴著手套呢 你在切割的時候 它會產生很大的業火 你的弓箭 它是夾在於夾具上的 意思就是說 你的手完全不會靠近這個旋轉物體的時候 你有沒有戴手套 你應該要戴手套 當你使用砂輪機的時候 不要配戴棉紙的手套 因為防止棉紙手套被捲入 不要戴 當你在操作這個機具的時候 就是砂輪機的機具 它有產生火花的時候 那你必須要戴手套 必須要戴 最後跟大家講一個範例 在操作鑽床的時候 無辱棒 到底要不要戴手套呢 這個時候就會出現兩派講法了 因為講說 當然不能戴手套啦 你想害死你自己嗎 另外派手法就是說 當然要戴手套啊 沒戴手套我被割傷的話怎麼辦呢 當你在操作鑽床的時候 你在上下鑽尾的時候 那個時候鑽尾它是立的嘛 還有它你在放弓箭你在搬運東西的時候 它是容易造成你手會割傷的東西的時候 你要不要戴手套 你要戴手套 你在操作鑽尾的時候 它的旋轉半徑 或者是它勾起來的餘料 鑽鐵片的時候 它會產生餘料 它沒在旋轉 如果這個時候你的手 會在操作弓箭的半徑旋轉範圍內的話 你就不應該戴手套 因為它可能會勾到你的手套 然後導致你的手整個被旋入 你剛剛鑽了一百多個洞 它當然整個洞是燙的 你要不要戴手套 你要戴手套 因為才不會導致你的手被燙傷 那如果今天你在操作鑽尾的時候 BICE就是用虎錢 把它弓箭往上上 按下開關 一中下降 你的人都站在旁邊 鑽完了之後 把BICE搬下來 再把下一個弓箭放上去 手離開 按下開關 啟動往下降 可不可以戴手套 當然可以戴手套啊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們要回到你的原理 為什麼我不戴手套 為什麼我要戴手套 好的 所以在我面前 有左置又有這麼多種手套 你在操作應該要操作的事情的時候 就要佩戴應該要佩戴的手套 像這種矽膠手套呢 我比較常會使用在玻璃纖維翻製啊 或者是做一些烤漆的時候啊 在使用的 綿紗手套 所以一般如果今天只使用拋棄式啊 或者是今天你只是要 簡單搬運東西的時候 偶爾會用到 那我個人很常使用的就是像接下來的這兩種 就是防切割的手套 那這兩種手套呢 就是你它上面會有一些防滑的膠質 那你在拿一些小銀件啊 或者是你在操作一些簡單的電器啊 就是還非常好用 那像這種皮製的手套呢 很常就是在使用傳統的焊接啊 或者是在做一些有焰火的工作的時候 會在操作使用 會因為皮革的厚薄度 然後你的手感會有所不同 所以其實我個人還蠻喜歡去Costco 買這種好市多的手套 那接下來這個手套呢 就是當我們剪片式剪不好 或者是配音源配不好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使用到囉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在什麼樣的原理狀態下 你應該要戴手套 或者是不應該戴手套 希望大家能夠保護好自己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超認真少年 到底要不要戴套 那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這也是超認真少年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Artgon Ao, accurate 兩チャンネル 峰 3 Ao Ao C 2 Ao 6 4 Ao